消息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过去两年针对牛车水珍珠芳商家的投诉 比森林商业中心的多出了两成 珍珠芳管理层促请国会尽快的批准新法令 以更有效的取缔不良商家 消费者协会目前准备向珍珠芳两家商家发信 要求他们签署协议停止不良销售的手法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记者下午走访珍珠芳 管理层在门口贴上消息提供的黑名单 列明过去两个月 共三个手机商店遭顾客投诉 消息准备向这家Teller Infinity LLP 以及Mobile Alliance发信 要求商家签署自愿遵守协议 停止非法行销手法 公众促请政府加强管制 消息表示过去两年针对其他商业中心 商家的投诉也不少 湖南数码生活广场和幸运商业中心的个案 过去两年逐年减少 今年不超过10起 森林商业中心去年的个案 同2012年相比尽管略微下滑 但今年又上升到103起 珍珠芳过去两年的投诉都超过100起 并且逐年增加 今年累计个案已达到146起 比森林商业中心多出两成 消息表示 珍珠芳的情况叫人担忧 希望同管理层合作 开设投诉柜台 我们的建议是说 如果你放了这个店 就可以让消费员直接的上网 可以投诉给学会 而这个会给那些商业者 他们就会比较注意一下 因为他们知道 如果他们的行为不合理的话 消费员可以直接投诉给消费协会 消息表示 这四间商业中心的投诉个案当中 约七成的个案 已经通过协调的方式处理 另外有约两成的消费者 则选择通过小儿赔偿法庭 追讨钱财 其余的10%的个案 则还在处理当中 新传媒新闻记者 李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